航空发动机是工艺最为复杂 科技水平要求最高的一项综合装备 也称作飞行器的心脏 国产发动机终于在深耕多年之后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减20战机开足马力 加快建造的速度 印度也已经开始酸了 眼看追赶中国的研发速度 网尘莫及 还担忧印度自己的先进合金进口 难免要中断 减20是中国五代战机的开山之作 代表中国空中战机的最高水平 服役到五大战区的王牌部队之后 极大补充了防御能力 震慑敌人 维护区域局势稳定 减20战机在研发过程中 在发动机方面 也实现了三步走 首期是安装的俄制发动机 中期换装了国产的 涡扇10C型发动机 后来又升级为 涡扇15型发动机 在换装了最新型的发动机之后 减20已经呈现出整体技术成熟 建造流程都呈现流水线作业的能力 可以稳定提供量产支持的态势 因此可以加大马力建造 目前开通的四条生产线 能够每年生产120架左右的战机 这个产能直接和美国的F35年产 130架战机的量产能力不相上下 中国能够在空中飞行器 全面实现发动机的国产化 把所有军工战备的主动权 掌控在自己手里 国家能够从宏观布局 科学发展 成为部署和提升空中防御力量 更为全面和具体的支持 摆脱了以往需要从西方进口发动机 和零部件的历史 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 自主研发建造时期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发动机的时间 长达20年 自己研发航空发动机的时间 也超过了60年 在自主研发领域 中国缺乏经验技术和人才 更缺乏相关的技术基础 可以说从零开始 科研之路的挑战和难题非常多 几代科学家突破重重阻碍 才为国产航空发动机 开创了稳定发展的新时代 现在中国的航空发动机 在军用领域的技术水平 和西方的最尖端发动机 技术差距为20年左右 这已经是快速追赶 取得了让外界惊叹的效果 甚至有西方媒体表示 通过歼20的航发升级 能看出综合的作战实力 未来表现 或将超过美国的F22猛禽 一旦达到这样的水准 美国只有咬牙 把猛禽的生产线开通 才能升级后 继续对抗中国的威龙 否则美国的猛禽 也要逐渐落后了 印度近些年来 也在紧盯中国的军工发展 甚至还想参照和追赶 中国的发展速度 但是印度的综合实力 和发展水平 和中国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 难以企及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建树 尤其当中国的歼20能换装 最新型的航空发动机 印度媒体都酸了 发表一些观点和言论 也难以掩饰羡慕和嫉妒 涡扇15型发动机 是中国多家科研机构 联合研发打造的 专门为5代隐身战机设计的 优秀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的最初推力为单台12.5吨 最大推力为15吨 改进完善之后 升级版本的推力为18吨 推重比能达到9.5左右 作为中国第四代航发技术 打造的先进装备 涡扇15的体积更小 只有1.7吨的重量 长度只有5米 在高超音速飞行器上 能够减少占用空间面积 提高更大的动力支持 而且作为先进的隐身战机的发动机 涡扇15的出现 跨越的待机的限制 能够实现更为出色的表现 提升了发动机的作业寿命 从以往国产发动机的2000小时 增加到4000小时左右 直接拉近了和美国航发寿命的对比值 一项科研成果 一旦公之于众 一夜之间天下制 然而研发涡扇15型航发设备 中国的科研团队整整耗费了30年的时间 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先进航发成果背后 是无数努力付出和科研心血 涡扇15型发动机 能够支持歼20实现每小时飞行2.4马赫 实现飞行能力达到2800公里的能力 续航也能达到5500公里 在空中可以实现剧烈和迅猛改变机位 甚至能在躲避敌人的攻击时 极端情况下可以支持战机 做出空中翻滚的极限动作 再转瞬调整回水平直飞 这样的操控需要发动机的强大支持能力 也需要更为稳定和雄厚的技术基础 才能实现 中国的国产航发终于成功了 能支持战机达到这样的飞行能力 让其在空中实现多种作战需求 这样的涡扇15型航发水平 无论西方如何贬低和议论 都无法抹黑中国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 和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综合实力 因此也有一部分西方媒体 和其他国家都能给出重肯的评价 认为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水平 也在实现快速的提升 印度为何一南平不甘心 也为印度和中国的航空工业 岂不时间接近 却相差悬殊 印度至今没有真正国产的航空发动机 更是担忧印度主要依靠 进口合金材料的情况 一旦未来供应国有任何特殊情况 印度都无法自行解决材料的供给问题 因此印度和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领域 短期内无法相比